嗯 哎 这里有 kt 版 根据嘉宾们的订单信息了解 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个人爱好吧啊 让我们来看一看好吧看一看 哎 这位的歌单 全是王嘉尔 你猜一下是谁的 我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许龙汉 因为他还喜欢跳舞 许龙汉啊身高一八二六十公斤 深圳大学的舞蹈编导天蟹座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要么就是像 喜欢听hiphop的 笑凡啊 树笑凡嗯这个名字很特别啊 兴趣爱好是听hiphop 哎呦是不是啊 与龙汉 孝凡 一家吧 对其实是五 对你看看前面干嘛你知道 这是健身的 是谁来的 你看看 啊 雅铃过推家用健身 你看看这个乳清蛋白 肌肉科技水积酸 那是杨毅嘉吧杨毅嘉 姓名杨毅嘉 哇这个男生很哇很帅啊 很像那韩剧男主 哦是吗 甚至像韩韩 哦 有一点有一点 是不是啊 啊官蕊有可能 姓名官蕊 有什么兴趣爱好 户外活动滑雪潜水美人鱼 哦 哪官哪个 姜毅嘉 啊是我的 那我们的汉汉也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你的职业 一句话 啊嗯就是一个让人快乐的一个职业 水啊啊哈哈哈哈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亲爱的亲对不起 然后你大概 再来这有再具体一点的那个 那个那个方向吗 然后我们再就是 生活化一些的哦 你是个小品演员 有这个想法但是不够格 嗯 生活化一点 记录一点的 记录 郭口秀 导演 Vlogger 是可以帮人家记录东西的 不不不 就记录我的生活 然后让别人快乐 自媒体 对 因为还在读书嘛 所以我现在可能就是 多拍一些生活类的让大家 我本来是不走搞笑的 不想搞笑的 但是别人非要觉得我搞笑 那就行吧 不要 兄弟你放心 搞笑这件事情 忍不住的 哈哈哈 我从初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